那儿伤,那儿伤,都开始到那儿伤 整整杀了十亿个人 你说这是人吗 他死了 舍这个生命 不下地狱啊 绝对下地狱 173 舍身做畜生 174 舍身做乐鬼 175,舍身做恶修罗 我所遇见的人 用沾插罗的 从来没这几个数字 因为我们凡是用沾插罗的道友 他这个三道道 他不会去的了 地狱乐鬼出生 不会的了 因为这些人 他一点善都没有 存呢 没有善业 而且开口就骂人 你得他 你听他有一句好话吗 从来没有过 不过我们也接触不到这些人 所做的乐太大了 命中之后 一定多三乐道 这种乐是没办法的 176 舍己身生人道 舍了这个报神 另外换一个报神 这都是善人 177 舍己身为人王 178 舍己身生天道 179 舍己身为天王 180 舍己身 以 闻身法 这个身舍掉之后 那当然到极乐世界 到各佛国度去了 才能闻到身法 不生佛国度 怎么能闻到身法呢 180 181 舍己身 得出家 这是来省啊 大家看到 这些个和尚 说 北兄 您师父 不是那么容易的 多生来修行 得来的 但是得到了 要好好地再修行 再争善 所以佛教导 此生不上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身 说你今生 你又不管你超度了 你还等什么呢 得到哪一生来度 人身难得 舍身之后 能够出家 182 舍身一座圣圣 183 舍身一生 斗碎天 斗碎天是第四天 为什么单说 斗碎天呢 因为现在 弥勒菩萨的斗碎天 是内愿 你生到斗碎天 你生到弥勒菩萨跟前 就等到 跟弥勒菩下生成佛 你就成菩萨 法愿吧 法愿生斗碎天 第八十四 舍身一生佛 佛国 生静佛国 这个是错字 你把这个身呢 生到极乐世界 静佛 廖寺流泪光如来佛 也是静度 静度 佛国度很多 因为静佛源不深 不知道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静佛源很深 念阿弥陀佛 都能生 凡是念阿弥陀佛 都能生 要今生 今世啊 命尽了 就生到极乐世界了 要当生 当来 不定哪个世界 不论隔一辈子 隔两辈子 凡是你念过阿弥陀佛 求生静度的 今生没生到 来生 三生 不超过十生 不超过十生 绝对能生 因为你发过愿 降生极乐世界 在么人间看着十生啊 好像很长 在佛福在看着十生 就是一面间而已了 说要一生 要今生 要当生 为什么说个当生呢 说你现在没有生 你来生也不会堕落 也不会做坏事 你那阿弥陀佛是种子 一定能生 就是看你自己去不去啊 生在决定生 去者呢 拾不去 都不愿意去 这就靠自己了 但是你念过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的 不超过十生 一百八二三 蛇己身 生走在天 一百八二四 蛇己身 生进果度 一百八二五 蛇身 以寻见佛 说了这个身 就能见佛 没说拿尊佛 那就不一定 生极乐世界 哪个佛果度 都可以 一百八十六 蛇身 以 在下诚 这个身 蛇了 就正得 下诚的 神文啊 罗汉啊 这都都下诚 一百八二七 蛇身 以 做忠诚 这个忠诚 可能是 下诚是 神文 忠诚是 圆诀 大乘是 菩萨 一百八十八 蛇身 以 怀果正 这个怀果正呢 没说正的 什么果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都叫正国 买的 了生死了 咱们说 了生死了 一百八十九 蛇身 以 入上乘 这就 上乘菩萨了 善男子 世明 一百八十九种 善乐 果报 差别之下 毕藏菩萨就跟监禁信 菩萨说 我跟你说 这一百八十九种的善乐 果报 差别非常之大 让他看他中间的变化 这个讲的事 他中间还有很多变化 这个变化怎么来的呢 你不是在那拜颤的吗 这是拜颤才用战场轮了 你天天拜颤拜 他一念相应了 你全变了 从凡复就成圣人了 你业障消 业障消是智慧增长了 得就聚重了 所以 这就是一百八十九种轮相 把这轮相的数字说完了 那时候 蒂藏菩萨跟监禁信菩萨说 若是粘法呀 我所跟你说这个 粘差轮的粘法 是随心所观 阻念之事 他自己的心 所阻念哪一件事 就粘哪一个轮 就是他所求的 如果树与 如果树和语意相当者 说粘差轮向现在的数字 跟他心里所想的 意念所想的 相当了 想的跟数字合适了 都生好了 那么就没有乖错 任何事都不会错的 如果他心想的 跟那数字不相合的 那不对 那就不相应 不相应说你心没真诚 还没现 你所知的 你所知的 跟数字相合的 跟你所祖念的事情 都完全相应了 这叫自信 有个下自信 如果不是自信 如果不是自信 来做这个事 用粘车轮啊 白灿啊 不是自信的 那一切都是许望 许望就不是事实了 说有没有之三次 轮一个都不现 一个数字都没有了 说有什么 有什么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